又到了霜台大量上市的季节 霜台吃不完要怎么办呢 今天就把我私传多年的经验和方法分享给大家 大家好,我是每天分享一道下方菜的细细里 首先用剪刀把头尾去掉 特别是根部比较老,吃起来影响口感 霜台帽剪下来也不要扔掉 可以用来炒着吃也特别的香 我们这边的霜台两块钱就能买到一斤 不知道你们那边都是什么价格呢 下面再用流动的清水把霜台清洗干净 洗好之后要尽量的把水分控干 最好不要有生水 或者可以用凉开水清洗一下 然后再把蒜台切成小长段 切好之后装入大碗中 再加入一勺食盐 然后下手抓拌均匀 让每一根蒜台都裹上一层食盐 然后放一边 盐制三小时 接下来锅里放入一把花椒和几颗八角 再用小火把它们炒出香味 炒香之后加入半碗生抽 半碗香醋 一勺白糖 然后再用中小火把料汁熬至三分钟左右 熬出香味 汤汁熬好之后再倒入小碗中晾凉 下面再准备一把蒜瓣 把蒜瓣切成薄片 切好之后装入小碗中 再来一块生姜 切成薄片之后再切成细丝 切好之后和蒜瓣放一起 再放入一把干辣椒 用剪刀剪成小段 这样吃起来更加的香辣开胃 而且配色也更加好看 三个小时之后蒜苔也已经腌得差不多了 把蒜苔弯曲一下不会折断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多余的水分倒出来 再往蒜苔中倒入配料 放凉的料汁也倒进来 再下手抓拌均匀 让蒜苔更好的入味 朋友们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您的支持 抓匀之后盖上保鲜膜 放冰箱冷藏三小时就可以吃了 如果腌得多的可以用罐子装起来 放冰箱冷藏三个月都不会坏 三个小时之后蒜苔就可以开吃了 再把腌好的蒜苔装入盘中 一旁开胃爽口的腌蒜苔就做好了 这样腌出来的蒜苔用来配米饭配粥配馒头都是不错的选择 做法也特别的简单 如果家里蒜苔吃不完的一定要试试这个方法 味道真的好极了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赞 关注留言和转发哦 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家常美食 我们下期再见吧